光严三世,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婆阿月 最近是流感季,我也少不了去了趟医院 大厅里人来人往,让我想起一个平凡却有感动的故事 一起欣赏今天的电影《平凡的爱》 2018年的英国小城里,相守半辈子的汤姆与琼尼 继续清晨漫步海湾的转头 而每当走到小树旁,他们就会嬉笑地折返 三十多年如一日 连长的岁月带来难以言喻的默契 两人不用看对方第二眼 就知道对方现在什么心情,又纠情是什么状态 总爱问东问西的汤姆今天又研究起了运动手表工作原理 琼尼知道丈夫只13分钟热度 有闲心不如把圣诞装饰拆下 果不其然,说这样运动的汤姆睡前又打算喝酒 在寻求身体健康的路上找消遣 可就在她等待妻子沐浴时 琼尼突然呼唤丈夫,要爱人摸摸自己的左胸 潘姆还以为今晚要玩什么浪漫 直到触及妻子担忧的那个肿快 但是她并没有符合爱人的揣测 因为担心这会放大琼尼的焦虑 只是安慰对方疯子已久,明早去医院看看就好 琼尼当然知道丈夫是故作镇静 但像应对生活里的任何一天一样 去应对生活里的大风大浪 也是夫妻俩心照不宣的默契 圣诞节的欢愉只是一年中的插曲 生命的脆弱意识也不会因为快乐而改变 独自来到医院检查的琼尼 其实也会担心自己的命运 万一自己真的患上什么绝症 不知寿命还能不能活过家里的金鱼 医生的初步检查结果 无法断定肿块是一般囊肿 还是大家都不愿提及的肿瘤 琼尼将等待复杂的消息带给丈夫 并问起自己今天炖的汤如何 汤姆舌尖一米就认出妻子放了伍斯特奖 两人相识一笑 就像在彼此的心里装了监控 而还没等取信的妻子开口 汤姆就猜到医院要琼尼复查 但她依旧头也不抬 安慰说这没啥不好 琼尼也连声附和 将忧虑局限在表情之内 直到妻子离开 汤姆才检索起医院通知的所有可能性 琼尼这一次 不知会被命运开个怎样的玩笑 两人驱车动身 穿过郊野和城镇 一路前往医院的方向 汤姆不知等会儿复查的时候 自己该不该在外等待 琼尼假装无所谓 让丈夫在外面喝杯茶就好 汤姆一定明白 这不是喝茶那么简单 所以没必要再用玩笑掩盖 他们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 准备迎接将要发生的一切 琼尼就此开始自己的乳房检查 汤姆看似没事 实则心底有一万个担心 夫妻来虽不见面 却一样担心着检查结果 琼尼真的无法想象 如果我真的患上乳腺癌 那剩下的人生 岂不是化作一团泡影 楼下等待的汤姆又该怎么办呢 我设想过无数次白头偕老的画面 和相濡以沫的美好 连一个人先走之后 另一个人该如何面对余生 都曾细细考量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过 人生结尾会来得如此之快啊 而就在等待结果的这段时间里 琼尼仿佛能看见以后的自己 一向泰然自若 啥事不往心里去的汤姆 也突然间苍老了十岁 弗吉拉隔着走廊与门窗对望 想要从对方身上寻求坚持的力量 可也只有接受真管取样的琼尼 能直接感受到那股并不剧烈 却在某种意义上钻心的疼痛 琼尼当然不会将这一切告诉丈夫 她同样也担心丈夫被焦虑淹没 两人像往常一样喝茶 有一句没一句的伴嘴 却再也没有肿快出现前的安逸 他们不得不感叹 医院这地方仿佛有时空界限 还有一种让人清醒的特殊味道 我在这里等待 好像时间都变得漫长 心灵也无所安放 或许是因为不喜欢病人 和众人身上那股病泱泱的气息 通过医院这种地方将患者聚集在一起 对病人的康复真会更好吗 恐怕只会让悲伤欲解 让人越来越做不下去吧 一向复合丈夫的琼尼 听到这里终于有了不同意见 没有人是想留在这儿的 时候到了就不得不留下 汤姆口口声声 说什么医院散发着死亡的气息 难道言下之意 就是妻子住院了 也不想陪护吗 汤姆不想妻子把一切想得太糟 继续安慰琼尼 你只是长了一块囊肿而已 之所以感觉很糟糕 是因为其他病患把你吓着了 琼尼听吧 惊呼丈夫没有同情心 恐怕他们这辈子 遇见嘴碎的鼻子 就是为了报复对方 三言两语间 气氛终于轻快了一些 可惜言语的清淡描写 无法抹平医生紧皱的眉头 琼尼现有的检查结果 虽然还不足以支持一个明确论断 但确实查出了些许病变迹象 医生用五分治比喻 如果一分是安全 五分是癌症 那琼尼现在大概就是三分 离开医院的两人 明白经验丰富的医生 在讲解病情时 有独特的形容方式 却还是乱了阵脚 他们想带妻子尝尝东南亚菜 放下医疗指导的琼尼 却只想把家里的猪排吃完 仿佛今天不多吃两块 冰箱里的冻肉都要浪费了 医院最终诊断的阴影 自此笼罩在夫妻俩 每天精神的漫步路上 他们像往常一样 带爱人从小树折返 却在这次喂金鱼时 多放了些鱼食 他想对金鱼更好一些 也想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 给妻子更多支持和鼓励 有时连一起逛超市 都会变成浪漫的约会 但琼尼还是忍不住问起 如果我得了癌症 该怎么办呢 汤姆不假思索 选择做个乐观主义者 妻子一定会没事的 既然医生说三分可能 那就说明不是五分的确定 可在琼尼听来 三这个数字 就是离五分比较近 他再次重复问题 要丈夫说个明白 洋装镇定的汤姆 也不得不承认自己边走边看的想法 事实就是 在我们知道你没有患癌以前 任何担忧与措施 其实都是无能为力的体现 琼尼倒是认可这个回答 不过他确信 自己就是患上乳腺癌 因为三和五就是比较接近 而正如丈夫所说 他其实无能为力 他们不想看到这样消沉的爱人 也开始后悔自己方才的答案 只好就此展开最不情愿的假设 向琼尼吐露心声 如果说 我是说如果 你真的患上了乳腺癌 论文就听从医生指导 一起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事 把该有的疗程走下去 就这么简单 琼尼听爸不再多问 他等待的就是这个答案 后来的夫妻俩成为了医院的常住者 只是在等待医生讲解前 汤姆突然想去洗手间 琼尼内心变得不安 仿佛丈夫的陪伴 能改变稍后的结果 而偏偏是在此时 医生找到了病患 琼尼连忙让医生稍等 直到汤姆大不归来 两人才一起面对癌症确诊的结果 医生建议琼尼尽快开始化疗 先切除胸部的肿瘤 和部分受感染的淋巴线 至于是否切除乳房 则需要进一步研判 唯一不那么坏的消息 就是乳房还能用其他部位的脂肪重构 琼尼已经设想了这个结果无数遍 可真正听到医生的讲解后 内心却像丢入海中的石头 汤姆也突然感觉自己喘不过气 再也乐观不起来 家中的温馨化作死寂 连不喝酒的琼尼都醉倒在沙发上 而两人真正来到床上后 却又谁也无法入睡 琼尼就这样睁着眼到天亮 想要珍惜每一次还能看见的机会 每一次与丈夫在一起的机会 谁也不知道明天还有没有这种机会 而在这种内心挣扎里 琼尼也开始用前所未有的视角想问题 他甚至很庆幸 自己时时刻刻缅怀的已故女儿戴比 是在没有痛苦的瞬间离开的 而如果戴比最后知道母亲患上癌症 是一定会难过的 他们一时语色 只想让妻子好好看着自己 无论今后发生什么 我都会陪你走到最后一刻 因为我们这辈子遇见彼此 就是要给对方添麻烦的 而我现在就是要找你的麻烦 因为这份恐惧并非是你独有 别再害怕了 好好吃饭吧 夫妻俩再次踏上前往医院的路 曾经的家被留在黑白色调之中 而偏偏是在今天 汤姆因为喂鱼耽误了时间 去医院的路上紧张不说 今天还是代比的生日 他还要带夫妻俩去墓地献花 琼尼虽轻描淡写 说一条鱼没了就算了 但汤姆十分忌讳 琼尼只好转移话题 让待会儿去墓园的丈夫 替自己向女儿道歉 妈妈今天实在来不了 但丈夫没必要提及原因 琼尼原本不是个前程的信徒 如今也不得不想象死后的世界 如果自己在场 或许还能亲口告诉女儿 她向丈夫道歉 汤姆也向妻子道歉 形影不离的两人终究还是在医院分别 尽管都是装作轻描淡写 琼尼还是在拥抱后 目送汤姆离开 仿佛看一眼就少一眼 汤姆当然知道妻子会这样做 但很遗憾 她今天还是要委逆爱人一次 汤姆走到女儿的墓碑前 做出以往几十年都不会做出的举动 那就是对着墓地喃喃自语 这真是太荒唐了 我怎么会跟一块石头说话呢 女儿啊女儿 我想你一定不在这里吧 妈妈今天缺席了 因为要做乳腺癌守住 她叫我别跟你说实话 你知道的 妈妈不想让你难过 我当然也知道为什么 可如果你真的在天有灵 肯爹也早就知道了 我之所以欺骗妈妈 就和妈妈对你一样 只是想让家人安心罢了 但毋庸置疑的是 妈妈如果知道你不会悲伤 自己也会更加坚强 她今天的手术很关键 肿瘤切除之后 才能知道病情到底有多严重 虽然现在就已经足够严重了 而我也不能在这段时间 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害怕 或许当个云淡风轻的人 就是我能做的最大贡献吧 你和妈妈总不能都离我而去 总不能让孤独的我一个人中老吧 可我无法让一个人不死 我就是这样一无十足 琼尼还不知丈夫骗了自己 只是与身旁的病友一起等待 进入手术室的那一刻 大家强颜欢笑 抱怨术前空腹带来的饥饿 焦虑的小动作却从未减短 第二次手术的病友只是安慰琼尼 痛苦总会撑过去 就算有的时候感觉撑不住了 最后也还是撑了过去 只需要在最困难的时候想到 不论现在怎么受罪 也总比直接离开这个世界好 琼尼收下建议并为前辈加油 随后便等来自己的手术 入肩麻药很快起了作用 一个月没睡好的琼尼 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自己坐在空无一人的火车里 阴冷的轨道之上 只有追不上列车的丈夫 最终消失在了视野尽头 琼尼没有大喊大脑 默默等待到站的那一刻 好在终究只是一场梦 因为琼尼一睁眼 就看到了不离谱气的丈夫 汉物这次特意喷了香水 只是手心的汗有些多 医生在稍后汇报手术情况 琼尼胸口的肿瘤已被整个切除 但出于周全考虑 还要在术后检查 癌细胞扩散 包括病人的骨骼与内脏 都要接受扫描 医生也无法断言 扩散的可能性有多大 毕竟癌症对人来说 是不存在通常这种余地的 可一旁的病友听到这里 还是安慰琼尼 书后扫描 就是通常都有的 留在家中的汤姆 也在未知的命运中哭闹 他想要继续喂鱼 却发现金鱼已经不动 这条小生命的结局 还是被琼尼说中了 将鱼冲走的汤姆 也终于痛哭起来 如果不是自己喂了太多鱼食 如果不是自己还不够好 或许死亡 就能远离这个家吧 但汤姆还不想争论 他又买下了一条年轻的鱼 为了不让妻子发现家中变化 为了这条鱼 能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好在经过留院观察期后 汤姆终于接走了观校的妻子 琼尼回到略显陌生的家 却依旧在担心术后复查 一个人如果生病了 当然应该好好检查 可偏偏又是生病的人 最害怕体检的时候 汤姆多想安慰妻子 检查终于都做完了 可琼尼却告诉丈夫 这不过是下一阶段治疗的开始 汤姆突然有些愤怒 为什么检查就不能一次检查完 为什么每次都告诉病人结束了 却又有新的挑战 医生一定在隐瞒着什么 才总是让我们往医院跑 琼尼查觉丈夫有些厌烦 干脆让丈夫下次不要陪同 反正都是自己往病房移坐 然后就挨针头 汤姆总说自己担心突发情况 又能改变得了什么呢 每人喜欢去医院 每人喜欢找罪受 可到了非来不可的时候 就只能默默承受 福西拉最终还是坐进了医生办公室 由于医生太久没来 琼尼甚至感觉自己被判了死刑 汤姆去安慰妻子 就是因为病情不严重 医生才不会着急 好在医生只是在忙工作 他要告诉病人的 正式检查没有任何异样 肿瘤已被彻底清除 琼尼听罢喜笑颜开 却被告知还要接受化疗 医生当即做出专业解释 这是必要的收尾工作 有些细微的癌细胞残余侦测不到 完成化疗才算走完一个周期 汤姆惊觉大事不妙 如此一来 就算妻子的肿瘤已被接触 癌便也没有扩散到别处 医生也只能说 本次手术成功 本次治疗成功 而不会认为妻子完全康复 琼尼理解医生的风格 埋怨丈夫太咄咄逼人 可汤姆还是认为一定要闻清楚 就算世上的许多事不是非黑即白 得没得癌症还是天壤之别 他只是很高兴 自己又有了晨练伙伴 人间春暖花开 世界本该如此美好 转眼就到了化疗开始的日子 汤姆陪琼尼在大厅等候 却意外发现了熟人 琼尼当即上前与孤独的彼得搭话 这是女儿戴比生前的老师 彼得首先对戴比的意外表示遗憾 赞扬那是一位优秀的学生 曾经自大狂妄的他 如今步入癌症晚期 竟然也变得如此温馴与谦和 彼得已经步入第二个化疗阶段 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 只是在争取一些时间 琼尼渐渐得知化疗之后有哪些副作用 如果说掉头发还因人而异 闹呕吐实在太过不便 但不论彼得还是琼尼 都不想顶着光头世人 彼得知道没几个人会来瞻仰自己的仪容 但还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这种样子 别说什么可能不会脱发 医生如果说可能 恐怕就是要成真了 琼尼与彼得结束寒暄 随后与丈夫沟通彼得近况 两人都为女儿的老师祈祷 也理解彼得的男友史蒂夫 每次来医院都要站在楼下 不敢上来陪同彼得 送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去化疗 看着对方的头发一天天变少 看着对方的身心一天天虚弱 这实在很难受 琼尼其实也在害怕 不知自己纠情会不会好 她感谢丈夫还有勇气面对一切 只是等待依旧难熬 偶托的副作用也如期而至 琼尼现在只想多休息 丈夫多说两句话都会精神疲惫 但夫妻俩还是陪伴彼此左右 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 琼尼大量脱发的这一天还是来了 长发就像失去了根 但汤姆察觉后并没有大呼小叫 而是读懂了妻子的想法 她拿来剪刀为妻子理发 两个人都时不时苦笑 笑意是真的 因为我们真的走到了现在 苦涩也是真的 谁也不知道我们为何会遭遇这一切 夫妻俩只是继续坚持 只是背负着彼此走下去 而也只有四驾无人的时候 汤姆才敢流露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 我的爱人好陌生 我真的又累又难过 累到有时会打瞌睡 累到回家了只想看球喝酒 无人能责怪汤姆的疲惫 但如今总是浑身发热的琼尼 恰恰也在最需要关注的时候 他等不来房间之外的爱人 只好自己挣扎行动 而他们也会埋怨妻子 为何不记得医生先前的叮嘱 导致副作用洗来之后 该吃哪味药都不知道 我明明给你买了笔记本 你为什么不记好呢 求你不想与丈夫拌嘴 只想快点吃下止痛药 你在旁边说的清巧 这大半年来挨刀挨针的 半夜痛醒浑身难受的 不还是只有我自己吗 继续去喝酒吧 继续看电视吧 说什么忙前忙后 其实都是做完自己的事以后 才会来房间关照一下我 潘威一边聆听妻子的埋怨 一边检查对方应该吃哪种药 他其实也有满腹委屈 无处诉说 可即便如此 也不能因为琼尼生了病 不能因为他们失去了女儿 不能因为大家的人生 就是比较不幸 就活在可怜的自我之中吧 夫妻俩的争执 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琼尼情绪崩溃 大反生病的是我 痛苦的是我 还要被手术刀切掉乳房 而丈夫就是做了些琐事 甚至没能像他声称的那样 尽力去做这些琐事 直到争吵落幕 夫妻俩才为自己的冲动后悔 陪伴说起来简单 要做好也是难上加难 琼尼也改变不了 继续接受治疗的命运 他看出一旁的新人很慌张 便也和先前的病友那样 安慰年轻人 一切都会好起来 就把医院当成人来人往的车站 一切都会过去的 只是要记得吃止疼药 因为痛起来真的很受罪 琼尼也开始寻求 丈夫以外的帮助 有些话题在病人之间 说起来会更好 他知道丈夫已经到了极限 彼得也知道 男友到了极限 而对方与汤姆正好相反 无法通过情绪发泄 就用夸张的百依百顺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害怕 正因如此 打算停止化疗的彼得 还没有与史蒂夫沟通 琼尼起初无法理解 直到联想起自己刚刚患癌的时候 才惊觉自己也想过放弃治疗的事 在绝症面前 不管是多么海誓山盟的恋人 是多么长久陪伴的夫妻 最后有权做选择的 其实也就只有病人 琼尼每每想起这一点都会难过 原来海枯石烂指示梦想 人们到最后都只剩自己 说吧 他便把假发摘掉 别再欺骗大家了 坚持下去就是最好 就算一个人接受化疗 汤姆其实也很想回医院 但他真的快要崩溃 一旁的癌症病人 听说琼尼正在其中接受化疗 安慰汤姆这家医院的水平很好 他的妻子已经离世 和琼尼对女儿一样 病人甚至也觉得 自己的妻子不痛不痒地走 一了百了会比较好 汤姆当然明白其中道理 却实在不想看到妻子放弃 我知道化疗很痛苦 我也知道你做到了最好 但你知道吗 总念到要运动的我 其实一次马拉松都没跑过 只是站在终点旁 看着其他同为普通人的跑者抵达 你也快跑过最后疗程的终点了 而每当这种时候 我都会感动落泪 原来普通人可以做到这一切 可以坚持到事态好转的时候 而琼尼的病情也的确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他与丈夫一起重温缺席已久的烛光晚餐 又有了时不时拌嘴的力气 他们足够坚强 坚强到了最后的关卡 虽然琼尼还是要面对手术 要为这一年来的治疗画下结尾 汤姆也已经精疲力竭 再也抽不出更多力气 但夫妻俩就是坚持到了最后的留院观察 失去了很多 又劫后余生 就像琼尼接受了乳房切除 又从腹部转移了脂肪到胸口 彼得向夫妻俩表示祝贺 但琼尼心底还有更深的困惑 他知道自己要坚持到最后 不论结尾如何 撑过就是赢家 但他还是期盼过自己的改变 可将近一年过去 自己其实没有太多改变 或者说根本不想改变 看来只有说着自己不再喝咖啡的汤姆 现在真的离不开咖啡了 他偶遇彼得的男友史蒂夫 为惊恐的对方带去安慰 如果彼得放弃了治疗 其实也应该理解 而他在生命的最后 其实什么都不想做 已经为功名利禄奔忙了大半生 现在终于可以什么都不做了 史蒂夫或许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因为他确实什么都做不了 汤姆对此再清楚不过 因为女儿走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 他唯一的建议 就是史蒂夫多陪陪彼得 我真的明白 我真的希望 后来夫妻俩在听说彼得的事 已经是准备参加葬礼那次 汤姆知道妻子或许不想出席 但他也不会让琼尼放弃这份执着 两人一起与昔日的朋友告别 并聆听史蒂夫深沉的爱与思念 谁也无法评说众生的命运 但相爱的人留给彼此的思念 一定大同小异 又是一年生淡季 黑白色调的家终于恢复了鲜活 琼尼也重新长出了头发 夫妻俩就此约好 选个日子请史蒂夫吃饭 想见的人就见 别人下次或许就没有时间 身体健康的时候 也别忘了注意锻炼 去年的小树又长大了一些 今年的冬天也温暖了一点 全片完 《平凡的爱》是2019年上映于英国的剧情电影 故事围绕一对相守多年 深爱彼此的中年夫妻 描绘了病人一年来的抗癌经历 此间种种令人心虚 我们无法否认 命运从来都是一种不公平的东西 而又因为大多数人没那么幸运 各种交错其中的遗憾与妥协 被归结于平凡和普通的字眼 不论用平凡形容任何一种东西 都会让人觉得略有贬义 只有一份平凡的爱 会让人心生暖意 汤姆面对病魔无能为力 只能相信医生 坚持陪伴爱人 琼尼也不知明天如何 只是相信自己应该撑下去 撑下去就是最好的结果 而这日复一日的平静之举中 却蕴含着最汹涌澎湃的力量 那不用反复怀疑 就能抬头看见彼此的陪伴 看似平凡无比 却也是最绵长的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是否也想起了 某次照顾病人 或者照顾身边人的经历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